人生最大的消耗就是内耗 内耗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 为什么跟自己打架呢 因为我们内心两个事没法统一的时候 说一些两话 做事没法专心 吃饭没有胃口 睡觉还想着工作 工作还想着家里 永远都是你的心身在分离的状态 这对一个生命的消耗特别大 有的人就因为这种认知上不能够统一 方法艺术上不能够协调 最终把自己都搞病了 实际上这两者 这些是一个动态的调试过程 所以内耗是逼迫我们智慧升级的 一个重要的兆头 当一对矛盾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是你的认知层次需要提升一级 站在高处看它 你就会发现他们两者是统一的 所以问题都是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 才会出现 内耗通常都是我们的智慧 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才会出现原地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消耗的那种状态 所以重要的事情 别想着只是一个人努力去做 一个人真的挺难 说句心里话 智慧的提升 就是我们一次次破解焦虑 战胜焦虑的过程 实际上国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平时接触少的 你一定觉得有点意思 但是好像又觉得跟我平时想的不一样 国学学到中期之后会让你多很多角度 本身已经很多问题就消失了 只不过消失的问题你不会记到你的账本上 等到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你摸到了所有事情的那个总钥匙的时候 任何人过来的问题到你那里三言两语 就像那个钥匙擦定锁孔一扭锁就开了 因为这是国学中的智慧 就因为它具有这样一些和跟俗人的常理不一样 按照它去做就能解决问题 就能够让你越来越美好的这种能量 我呢大概是将近四十年参悟中华文化的智慧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研究当中 可以说我自己亲身的证明 和我周围一些比我还优秀的朋友 他们自己的实践 在这里边我有了一个领悟 所以呢我们专门设计了一门为大家定制的课程 觉醒 重生 一个人改变一个系统 就相当于重生一次 而任何问题你要是明白了 或者说通过训练养成了这种智慧 每一个问题都会让你提升一级 以至于最后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会很寂寞 这就是人家学会了解决问题 借着问题让自己升级 每升高一次你会会 啊原来每一个问题 都是对我原有智慧水平的一个挑战 挑战它干嘛呢 当你升级嘛 一升级问题就消失 一升级问题就消失 这才是真正的人生